台当局再次炮制 所谓谋独言论鼓吹战争 对此我国台办反驳称 完全是毫无廉耻的 哥佩尔式话术 我觉得这是一种严厉的警告 做战争的鼓动者 甚至是舆论的这种谎言家 最终必然遭到毁灭性失败 岛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台当局却对有问题疫苗视而不见 继续政治操弄疫苗问题 好疫苗不用 一定要用这个有毒有害的疫苗 也说明在抗疫方面 他看中的疫苗质量根本不重要 关键是要从日本 包括从美国得到 俄军射击驱离 英国军舰事件还在发酵 俄罗斯副外长警告称 再不守规矩就直接轰炸 俄罗斯与北约的第二次冷战 是否已经打响 美国这种冷战的思维 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 想真正达到目的 说实话也非常的困难 在冷战结束后 新冷战就已经同时展开了 美日东方之盾军演还在进行 美日澳又拉英国 搞起护身军刀演习 与此同时 俄军在远东地区 太平洋地区 举行大规模演习 又在向美国传达什么信号 防务新观察特要专家 为您深度解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 防务新观察 我是嘉明 今日台当局再次炮制 所谓谋毒挑衅言论 对此国台办正告 幻想以武谋毒 必将遭致毁灭性失败 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观察短片 近日台当局再次炮制 谋毒挑衅言论 渲染所谓大陆威胁 对此国台办新闻发言人 马小光驳斥称 吴钊燮颠倒黑白 倒果为因 为民进党当局谋毒挑衅的恶劣行径辩解 企图靠编织谎言甩锅大陆来欺骗 岛内民众误导国际社会 完全是毫无廉耻的隔佩尔式话术 我们正告吴钊燮之流 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胆敢铤而走险 拿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 和台海和平稳定做赌注 幻想以武谋毒 必将遭致毁灭性失败 此外台当局在疫苗问题上 又摆出一副谄媚嘴脸 6月25号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宣布 将在7月追加100万剂 阿斯利康疫苗提供给台湾 为此台当局领导人 两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致谢 由岛内网友批评称 日本丢他来捡 人气他收接来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岛内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 死亡人数已接近200人 岛内民众对阿斯利康疫苗的 不信任感也在增加 许多岛内民众讽刺称 感谢日本让台湾又当疫苗乞丐 那么台当局与美日进行勾连 对两岸关系将带来 哪些恶劣影响 继续政治操弄疫苗问题 又会对岛内疫情防控 新增多少危险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两位专家 对于台当局一些人的挑衅言论 我国台办博斥称 这是毫无廉耻的戈培尔式话术 两位怎么解读 张先生 我觉得这是一种严厉的警告 做战争的鼓动者 甚至是舆论的这种谎言家 最终必然遭到毁灭性失败 杜先生 谣言当道 霍乱全岛 好 张先生请 我们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 吴钊燮已经不是第一次 鼓动这种两岸开战 鼓动这种战争威胁了 其实在当下这种两岸 防疫形势都非常严峻的情况下 尤其台湾岛内的疫情 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第一位的任务 先是防范疫情 保证岛内民众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而作为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 却公然地鼓吹这种战争论 来挑动两岸的对立 挑动敌意 说白了 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操弄 那么它背后就是这种对抗大陆 希望拉住美国 挟洋自重的一个具体的举动 所以我们看到 国台办的这样一个 对他的言语的驳斥 是非常到位的 所谓戈佩尔的话术 是什么意思呢 当年戈佩尔作为 纳粹德国的教育和宣传部长 不管是在舆论宣传上 还是在这个鼓动战争上 应该说是不遗余力 为这个希特勒 在不断地鼓吹 这样的话 就营造出了一个 整个的这样一种 德国的民粹主义情绪 那最终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也给德国民众带来了 这种极其惨重的代价 那么现在 吴钊燮之流 这些顽固的台独分子 从事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就是让岛内的民粹 这个煽起 然后对抗大陆开始 绑上台湾民众的身家性命 最终把他们拖到战争的 这样一个进程当中 那最终显然 大陆给的这种警告 是非常清晰的 最终必然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杜先生您能观察 国台办讲得非常准确 如果按照他这个谎言的制造 今后会给台岛和两岸关系 制造重大的隐患 戈佩尔在二战期间 当时闪击波兰 你看当时戈佩尔 把几个大的报纸 都进行了改造 你本来德国要打波兰 结果他的柏林日报上说 当时波兰 波兰军队已经开始 在边境上集结 随整个国内所谓的民粹情绪 开始缠扎范机 如果吴钊燮之流 持续在岛内 进行各种谣言的制造 那么很有可能 也会引发某种不测 每天讲的威胁 每天要战斗到最后一人 还要对抗大陆的军事行动 很显然两岸关系 会由于这种话的逐渐增多 而出现异常 出现紧张 那请让张先生 我们还注意到 最近美在台协会还旺称 美台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样的一个表达 我们应该警惕什么 美台关系所谓的新的变化 是什么 按照美方的说法 这次发表这个讲话 是美国在台协会的 副处长古力延 美国在台协会的 这个处长和副处长 应该说任期马上就要到了 那么其中这个副处长古力延 他要按照美国政府的 现在的部署 他可能要到日本去担任 美国驻日本的代理大使 所以在临行之前 台湾民进党当局 给他又颁送奖章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 他借机发表了一番谈话 我觉得这里面出现了 他这样一个表述 是两个极其错误的观点 一个就是 美国加强跟台湾的这种联系 加剧了两岸形势的紧张 也破坏了中美关系的 正常的一个发展 你如果在两岸关系 这本身是中国的内政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这是有国际法依据的 也是世界的国际社会 普遍的共识 再有一个我觉得最主要 就是给台湾传递了一个 非常错误的信号 就以这样的方式 台湾肯定会觉得 备受欢欣鼓舞 你看古力延 虽然他是个 美国在台协会的二把手 但是他比较特殊 他的夫人是台湾人 也就是说很多台独势力等等 包括民进党的执政的一些人物 把他当作台湾的女婿 那天然这个亲近呢 就曾立成 总认为不管是于情 还是于理 他们都会全力帮我的 但事实证明 古力延第一 他的成绩并不很高 第二 这样一个讲话 你说出来之后 根本达不到实际的效果 两岸关系 你美国不管在中间 用什么方式来挑拨 甚至采用军事手段介入 这种主中权 主主导权 完全在大陆的手里的情况下 你想挑弄台湾 说是把大陆撇开 单谈美台关系 是不可能的 这纯粹是一个 自欺欺人的 这样一种谈话方式 那请教张先生 短片刚才也提到了 现在日本赠送给 台湾地区的疫苗 越来越不受到 岛内民众的这种信任 但是台当局依然选择 视而不见 你怎么看 这个其实我觉得 就非常的典型地 凸显出台湾的 民进党政政当局 这种利用疫情 来谋求自己的 政治利益的一种举动 就是罔顾台湾民众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知道台湾岛内 这波疫情 它的迅猛的发展 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就是台湾的执政当局 那么在防范疫情上 采取了一种 所谓政治防疫的措施 而没按照科学的方式 来防疫 就是说我们看似 好像一个突发事件 其实它背后 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这就跟我们说的 一个重大的事故 背后必然有的是 多次的轻微事故 事物隐患 为谁先兆 你看台湾在这个防疫的层面 对大陆正好借这个疫情 严防死守 借这个机会 然后跟你大陆切断 但是在欧美那边 却完全放开 最终果不其然 这波疫情的来源 就是台湾的中华公司 然后这个外籍 机师等等 这样的一些 这个带入病毒 引起的一个防疫漏洞 那么到了现在 台湾防疫形势 这么紧张 每天这个死亡人数 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有效的手段就是疫苗 而对于大陆的 不断释放的善意 愿意向台湾民众 来提供疫苗 一起为这个 两岸中国人的抗疫 能够做出一些帮助 台湾方面采取的是 断然巨约的方式 这种断然巨约的方式 可是又得需要疫苗 那怎么办 它只能向美国 和日本来祈求 这样的一个疫苗 是阿斯利康疫苗 阿斯利康疫苗 本身来讲 它的这个负重比较大 尤其是在台湾 这次显现得特别突出 现在已经大概 接近200人了吧 没错 因为注射疫苗 最终造成的死亡 那么在台湾出事之后 你看台湾老百姓 所以为什么 他们把民进党 执政当局 导致的民众说 叫疫苗乞丐 就是你放着大陆的 这样一个安全性 普及性 便捷性的疫苗 不用 然后去找美国 找这个日本去要 人家给点疫苗之后 又感激的 简直感激T0 又在101大楼 又在圆山饭店 打上日本 打上英文 谢谢你 那你想 这种我们叫跪舔的方式 就极为人所不齿 所以这次 我觉得这些疫苗的背后 其实都是有着 一个政治考量的 近期 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较量 持续加码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近期 俄军战机在黑海队 入侵领海的 英国驱逐舰 投弹警告 成为国际最大的焦点事件 据俄媒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 希尔盖里亚布科夫 日前再次警告称 俄罗斯尊重国际法 如果这不起作用 我们就可以直接 开火进行轰炸 此前 俄罗斯国防部 发布消息称 俄黑海舰队的 一艘护卫舰 在黑海水域 向英国捍卫者号 驱逐舰发出射击警告 随后引发双方连续反应 俄方近期也公布了 三段现场视频画面 第一段是两架战斗机 在海面上低空飞行的 高空视角红外摄像机画面 第二段是从一架 俄军苏30SM战斗机的 座舱视角拍摄 当时该机正从 捍卫者号驱逐舰 左侧上空飞过 第三段开始是一个 锁定捍卫者号驱逐舰的镜头 随后是从高空视角 由红外成像摄像机拍摄的画面 能够看到 其后方跟随着一艘舰船 随后两架战机进入画面 从左后方逐步逼近英国驱逐舰 对此英国旁观者杂志评论称 英国军舰在黑海地区的出现 可能是北约更庞大战略的一部分 出现冲突和伤亡 都不会导致战争爆发 但会证明第二次冷战已经打响 此外据俄塔斯社6月25号报道 俄海军地中海常态化战役编队 与俄空天军航空兵 在地中海东部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两架米格31K战斗机 被派往俄罗斯驻叙利亚 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参加这次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俄军在地中海东部 开展演习之际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后航母打击群 也在同一海域活动 那么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斗法 未来是否将愈演愈烈呢 防武新观察继续播出 首先想张先生 其实这次这个事件 已经发酵好几天了 那么请教您 为什么英国这次敢如此冒尖 一个呢他本身来讲呢 要跟随着美国在这个黑海 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要展现他的这样 一贯的一个态度和立场 包括他跟乌克兰的一些军事的合作 未来都要进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来凸显自己的军事实力 来针对俄罗斯 这个意味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没想到这次一到黑海地区 被俄罗斯直接打脸了 而且打的这不是一巴掌啊 这啪啪啪几巴掌 我看这个俄罗斯的 不管是他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还是他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还是军方等等 一个一个态度都很坚决 所以这次等于是 弄了一个灰头土脸 但是呢对于英国来讲 这个面子呢又不能不要 所以呢就死扛 一开始说俄罗斯说 我们扔炸弹 直接扔到你的那个航道上 我们看不见 我们听不着 他用这种方式来 也能理解啊 这种时候他不能 就是不能输了人呢 不能输了面子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 那个玩笑着 你明明被别人揍了 但是你也说是自己摔的 对你还得就死扛着呀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呢英国这次呢 也是吃了个大瘪 也是在地上啊 可以说是碰得 虽然不到头破血流吧 但是呢也是碰得一脸包 还有一个呢就是 其实它更多的 这样一个意味呢 其实是针对着 比如像欧洲的盟国 要展现在欧洲的盟国看 所以我们就看到 英国的这种种的举动 其实都是一个英国自身的 这样一个利益的需要 还有一个就紧随美国 在这个俄罗斯 甚至在中国周边 要形成一种新的 对峙的局面 那请教我们的军事撰件啊 这个英国在做这样的 挑衅动作的时候 他难道没有做评估吗 因为我们看俄罗斯 其实这次强硬回应之后 还不解气 说你下次再这样 我就直接轰炸 英国后来除了讲话 是环境大臣 那比如说国防大臣 说说我再来 或者是海军这个高官说说 我再来 但他找了一个 特别不接 环境大臣 说我再次要进入 克里米亚周边海域 复制上一次的行动 那很显然 这个底气非常不足 那如果按照目前 英国海军的基本想法 就跟美国保持一致 美国敢来 我就敢来 你看俄罗斯认为 美国有可能是 自己的主要战略对手 那我是美国的马仔 这样我在美国背后 在黑海展开各种巡派行动 你俄罗斯根本没有办法 把我怎么样 但俄罗斯目前很愤怒 那无论是开枪开炮 包括在航线正前方投掷炸弹 以及今后说 如果再来就不炸海拉 要炸船了 对英国海军的各种作战舰艇 要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这次 从俄罗斯出动的武器 装备去分析 它非常的低端 但是它对英国 特别高端的这些舰艇 构成了严重的伤害 你苏俄罗斯马上都退役了 扔那个炸弹也没有制导 都是一些传统的低组航弹 像OFV-1B-250 这就是之前最传统的 250公斤航弹 如果出现了这个状态 俄罗斯认为 毕竟这个东西 完全可以对英国 任何作战舰艇 构成比较大的影响 何况俄罗斯目前 正在讲这样的态度说 美国我都不怕 美国的马仔更不可怕 你像之前88年 在也是同样一个地方 把美国的船撞了 我见奉命撞击你见 你之前在不同海域 用潜艇 与美国的潜艇进行撞击 你像美国那个洛杉矶号潜艇 它是第一个 在没有实战之后 最短时间退役的潜艇 那个绑子被撞位了 所以这个状态下 如果与俄罗斯展开 海上的近距离缠斗 不会有好下场 俄罗斯会用自己的方式 去回应所有的英国挑选 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注意到有媒体 已经放出这样一个观点 称俄罗斯和北约的第二次冷战 已经开启了 两位同意这个观点吗 杜先生 在冷战结束后 新冷战就已经同时展开了 张先生 美国这种冷战的思维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 想真正达到目的 说实话也非常的困难 好 杜先生请 针对苏联的冷战 几十年前已经结束了 但是针对俄罗斯的冷战 是从几十年前结束那个点位 从原点展开 就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因为现在整个态势 跟之前完全一样 从冷战结束以后 北约并没有解散 北约国家的数量 在不断增加 北约的部署 在由后向前快速推进 而且目前前沿地带 与俄罗斯的接壤 包括威慑能力 比当年对苏联的威胁还更大 冷战期间是两个集团的对抗 现在是一个集团 对一个国家 而且现在呢 在俄罗斯周边的一些临近海域 黑海 波罗地海 以及漫长的路上边界 全是美国和北约的战靴 坦克刺刀 也就是说呢 对于现在俄罗斯的冷战威胁 比当年要大得多 如果持续地进行各种恶意挑战 我们发现现在的周边 无论是北约的能力 包括各种演练行动 对俄罗斯构成的优势 比冷战更大 所以现在已经达到了 新冷战的高峰状态 张先生 您能管家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 刚才杜老师 把俄罗斯跟北约的关系 我觉得说得很清楚了 很多人关心 他不仅在对俄罗斯问题上 他对中国的问题上 是不是也会实行一个冷战 那么中国跟俄罗斯情况 有所差别 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整体的实力 跟当年是没法比的 那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冷战思维 不仅在黑海 其实在太平洋 在中国家门口 它也是要用这种方式的 但是中国跟美国 这种冷战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他过去美苏两大集团 他经济是不融通的 各自玩各自的 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两个集团 现在全球化的 这种一体化的情况下 经济的互相渗透 非常的强 美国要想把中国 从全球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你想把中国 从全球化中剥离出来 孤立它 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从G7就看出来了 那么一个反华的会 最终关起门来 吵得一汉糊涂 那欧洲国家说 你这个对华政策 我不能完全跟着你 但今天我们看到 中国的经济体量 以及发展速度 不是美国说 想捏骨就捏骨 想这个 你怎么操纵就怎么操纵 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在 跟俄罗斯的问题上 他可能用这种冷战 来对你进行遏制 甚至是讹诈 但是这种方式 如果对中国的话 一方面 我们会像俄罗斯一样 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来进行一个仿制 另一方面 你想说是利用整个 这个国际的环境 国际语论 制造冷战状况 孤立中国 你这种目的 在现在来看 你也是根本达不到的 接下来视线转向亚太 美日澳拉英国 搞护身军刀演习 而俄罗斯舰队 则直接避进 美国珍珠港 美日东方之盾 陆上军演还在进行 据日本共同社 6月25号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 水陆机动团 又将与澳大利亚陆军 美国海军陆战队 英国海军陆战队 举行代号 护身军刀的 水陆两极作战联合训练 这是英国首次加入 护身军刀演习 是英国谋求提升 在亚太地区耍存在的表现 与此同时 俄军在远东 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演习 据俄塔斯社报道称 俄东部军区 与太平洋舰队 在撒哈林岛 泽桌岛 国后岛 以及日本海水域开展演习 共计1万多名军人参加 俄海军太平洋舰队 派出约32架军机 和近12艘船船参与演习 除了舰值远东地区 军队在开展远海演习期间 曾进入到距离 夏威夷海岸37千米处 这里有美国在太平洋 最重要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那么美国此时频繁拉盟友 在亚太搞演习意图何在 俄罗斯在夏威夷地区的军事活动 是否又在警告美国呢 防御新观察继续为您解读 首先请教杜先生 英国在亚太也是跳得很厉害 这是首次参加美日澳 搞的所谓的护身军刀演习 您怎么看 美国目前准备 是把单色的印太战略 变成双色的印太战略 之前拉的都是美日印澳 都是周边国家 大概都姓亚 如果现在把欧洲国家 北约国家也拉到中国周边 搞演习的行动 很显然姓欧的元素 也在逐渐增加 所以今后整个印太战略 它不是美国在亚太的 一个地区战略 而是全球战略 这样亚欧两个颜色 在中国周边就可以逐渐展开 如果按照目前 英国加入到所谓护身军刀演练去分析 说明护身军刀 它是个开放的体系 还要把更多的 在亚太地区能够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国家 全部拿入其中 今天是英国来了 那明天会不会有其他国家加入 像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如果这些国家全部以所谓的演练身份 加入到印太战略中 在护身军刀中有一个角色和地位 那说明整个北约在转向 如果北约把自己的主要作战目标 包括潜在作战威胁 将中国纳入其中 就说明美国正在实现 北约功能历史性的转变 如果之前从大西洋 向太平洋转换 那么今后整个联盟的对抗能力 将会出现两个最重要的目标 第一 在欧洲要对佛罗斯 第二 亚太要对付中国 就美国把自己的盟友 如果最大限度地 把全球不同地区进行调整 那么这种弹性部署和弹性目标 以及弹性行动 将会成为北约国家的一个主要选项 这样全球范围内 北约的压力和绝对优势 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对整个地区和全球 会构成重大影响 那请上张先生 我们知道现在美日正在进行 号称史上规模最大的 这个东方之盾的演习 但你会发现 其实俄罗斯在远东地区 这次搞的演习规模更大 你怎么看 所谓东方之盾 是美日之间的一个路上的军事演习 每年一回 而且双方非常重视 为什么重视 你看第一 他听他的这个名字 东方之盾 那你东方之盾要防御谁呢 远东自然就是俄罗斯 那么在亚太地区 肯定他把中国也作为防御的对手 或者未来进攻的对手 所以从他这个重视程度来讲 美日之间的东方之盾的演习 他还是非常看重的 你看2020年即便疫情这么严重 这个演习没停 东方之盾还演习呢 那么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做法 很明显 你不是针对我的吗 你这个演习针对我 我就跟你反制 我就跟你针锋相对 你用几千人 我用上万人 你用一百架战机 我用几百架战机 我甚至再加上几百辆战车 我来跟你进行对抗演习 还有一个就是 北方四岛问题上 日本一直是耿耿于怀 抢吧 抢不回来 管人要吧 人又不给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呢 还对日本的对俄政策呢 还投鼠极其 所以俄罗斯这次 特别选择在有争议的岛屿 来进行一个演习 就是明确告诉日本 你别来进 你想要这个岛 门也没有 我跟你未来只会针锋相对 所以这其实展现出了 俄罗斯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次军演的规模 远超东方之盾 就是俄罗斯的军演规模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方面打狗 让你日本看清楚 我在这些问题上 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另外一个 打狗做给主人看 让背后的美国 你也看清楚 在这个问题上 想占我的便宜 门也没有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意味 那请让杜先生 其实俄罗斯这一次 在太平洋上的演习 动静也不小 而且美国军方也承认了 俄军的舰队 曾经逼近过珍珠港 你怎么看 当年日本叫偷袭珍珠港 给美国造成了重大的恐慌 战争节奏发生了 比较大的错乱 俄罗斯叫强攻珍珠港 根本就不偷袭 而且自己的舰队 二十多艘舰艇组成了大编队 那么这两天 又从本土出动了 图142M反潜机 出动了图两两M战略轰炸机 出动了米格31舰机机 也说明在珍珠港周围 如果它进行各种打击行动 完全可以把水面水下空中 形成一个联合作战体系 那么既然美国在黑海 包括波罗地海 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那我就在你的后院 对太平洋上最重要的核心基地 构成重大影响 关键是这个部位 就在太平洋的中部 实际上从中部到美国本土 就差一步 凭借目前 它的海上作战能力 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作战能力 直接抵达到美国的西海 这样对美国本土的攻击能力 威射能力也可以达到一个极限状态 所以现在有评论认为 说这个太平洋地区 可能会成为美俄博弈的第二战场 你怎么看 现在这种趋势很明显 如果在欧洲方向 俄罗斯是绝对劣势 如果它把自己的作战重心 向太平洋方向转型 它可以对欧洲方向的压力 起到一个分散的作用 那至少可以泄压 如果开比第二战场 在太平洋方向展开各种作战行动 包括演练行动 实际上它可以在美国最薄弱的地方 插上一刀 那么既然在俄罗斯 最要害的地方 有美国的巨人威胁 那么俄罗斯用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所以双方目前的博弈 有可能在太平洋方向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战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防务新观察 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晚通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